肉虎就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吧 因为知道叙叙不愿意吃菜根 虎子就每次都给啃掉将胃给他 你可以挑食 因为你是我永远的小朋友 不如我小孩长大就不挑食了 没等到 原本非常非常喜欢小孩的路虎 那虎哥你说实话 你想不想要害 之前表达过 我说我喜欢小孩 就是要是等他想要小孩的那一天 那我肯定是OK 但是就是当他目前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那我 在体验完分娩的阵痛后 哭着跟女友说 那不用小孩啊 不用 那不用 我觉得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你想试啥啊 可以了 那本身就怕疼 别生了 那不用小孩啊 不用 太妥了 作为女生 要经历鬼门关这一遭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女性真的是更高级的生物 真的 男生付出 在爱情中付出 那么点 真的 我也不足道 即使看过很多次 女友穿礼服的样子 还是会被她出场的瞬间经验 这还挺好看的呀这个 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的钻 因为我从上面看跟从心里看是好几个颜色 有点粉金红金跟绿金 薛薛回头看的那一眼 骨子就决定了 这辈子一定好娶她 我是最想结婚的妹妹 她去演音乐会 她回到家 我看她已经累到 就是用胳膊肘 撑着带来卸妆 然后她回头笑着看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要娶她 那一刻她的眼睛 她都很爱我 她很爱她的事业 她很爱她自己 她也很爱我 她不是不愿意求婚 而是想要薛薛 谈过足够的恋爱 我觉得求婚这件事 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绝对不是今天 我想用我所有的时间 让她谈够恋爱 我能感觉得到 她什么时候想结婚 我随时等着 陆虎在星期三 刚刚确定了 虚虚愿意走进婚姻的心思 你有什么 想让我陪你做的事 我最后一个回答 那么我现在 最后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 想让我陪你做的事吗 结个婚吧好不好 天哪 让我结个婚吧 让我结个婚吧 我们可以计划这件事情了 就在星期四 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求婚 这只婚你要不要带 徐徐 陈兆旭 我最爱的女人 我希望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你能够答应我 嫁给我 做我的女朋友 不对 嫁给我 做我老婆好吗 有三弟的见证 好友的陪伴 爸妈的祝福 不自在向全世界宣布 对于娶你这件事 我永远做好十足的准备 别动别动 男人再看 你的嫂子 嫂子 一妹 一妹 我男人 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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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男朋友 还是要找恋爱脑啊 经常跟她撒娇 对 不 far 我不想带你开口 想说我爱你